匈牙利原来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家 在1989年苏联解体 俄罗斯进口能源和原材料 还包括银行业和旅游业等 这种经济联系 为两国提供了相互依赖的基础 也为他们之间的政治联系提供了支持 其次 匈牙利的政治状况较为脆弱 政治上需要寻找一个有利的外交环境 来稳定国内局势 匈牙利与俄罗斯在一些国际问题上 持相似的立场 如乌克兰问题和对欧盟的批评 匈牙利也对俄罗斯的反西方立场表示支持 在这一点上 匈牙利与俄罗斯都是反对美国和欧盟制裁的国家 这也是两国在政治上的联系 俄乌战争发生后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提出了要求 乌克兰会要求加入北约 北约会协助乌克兰 这样肯定会引发俄罗斯采取更强烈的军事行动 这可能会对匈牙利的安全造成威胁 匈牙利还会担心 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 那么俄罗斯会对其采取经济制裁或能源战略方面的报复 这可能会对匈牙利的经济带来威胁 因此 匈牙利认为维持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 对其自身利益更为重要 当然 当前匈牙利的领导人奥尔班 维克多 在与欧洲联盟的关系和与俄罗斯的关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也有着不同的思考方式 在欧盟方面 维克多认为欧盟的现状和决策制度都存在问题 不利于匈牙利的利益和主权 因此 匈牙利已经开始采取了一些独立的行动 比如在难民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 与欧盟其他成员国的立场不同 并对欧盟对匈牙利的批评做出反击 尽管匈牙利是欧盟成员国之一 但维克多在外交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在俄罗斯方面 维克多和俄罗斯总统途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俄罗斯也对匈牙利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和帮助 匈牙利领导人对俄罗斯采取了友好的态度 认为俄罗斯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和能源合作伙伴 并且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了俄罗斯的立场 此外 匈牙利还表示愿意在欧洲范围内 推动解除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因此 可以看出匈牙利领导人在外交政策上 表现出了一定的独立性 既与欧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又与俄罗斯保持着较好的关系 这与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和政治理念密切相关 也反映了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利益和战略取向 近年来 随着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 俄罗斯逐渐向周边国家寻求支持 而匈牙利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走进俄罗斯 两国关系趋于紧密 匈牙利的领导人奥尔班 维克多 在政治方面一直试图在欧盟和俄罗斯之间寻找平衡 主张与俄罗斯保持关系并寻求与其合作 这一立场是受到匈牙利国内的支持的 因为在匈牙利国内 有很多人对欧盟的政策表示不满 认为欧盟的政策对匈牙利不利 与此同时 俄罗斯也一直在寻找支持者 以遏制西方国家对其施加的压力 匈牙利的立场可以为俄罗斯提供一个支持者 使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更加强大 总之 基于以上多个方面 匈牙利在俄乌战争问题上 匈牙利站在了俄罗斯这一边 再次评论者会发生了解采论者